歡迎收看股市中原 我是陳中原 今天我們看到了這個指數出現一個反彈 這個是國際盤大漲的激勵之下 那麼台北股市今天順勢的墊高 之後尾盤一樣是收在大漲150點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在談這個盤勢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美元指數跟台北股市過去的例子 過去對照的一個歷史的相關圖 當美元指數大漲一段的時候 台北股市通常都大跌了一段 美元指數 那美元指數呢 它是這個很多重要的一個匯 重要的一個匯幣的一個集合 包含像美金歐元瑞士法郎 或者是像英鎊一個集合 所以呢它代表的也是一個資金 在流動跟流向的一個變化 當美元指數一直往上做墊高 代表的是呢 一直購入美金或者是購入歐元英鎊的規模 是相對比較大的支撐它指數往上走 那同樣的代表有其他的資金流入到這一塊 那流出的這一塊呢 它就變成這個所謂的資金上面 相對比較在下滑的一個情況 所以呢對照整個台北股市過去的一個狀況 會發現到是一個滿明顯的負相關 滿明顯的一個負相關 美元指數這一波從7月份漲到了10月份 大概漲了10%左右 所以呢它跟台北股市之間連動的秘密 很明顯它是一個負相關 那整體的盤勢上大家都說 因為很多人會往往因為反彈而失去戒心 那也往往因為看到了反彈 然後呢就忘記了或者是忽略了趨勢的力量 趨勢現在目前是站在哪一邊 這個是一個關鍵 當散戶的融資還沒有恐懼 或者是還沒有帶量殺牌還沒有中止的時候 媒體的氣氛還沒有恐慌的時候 指標還沒有在轉強的時候 籌碼還沒有經過沉澱的時候 主流lag股沒有出現的時候 趨勢還沒有出現轉折的時候 形態沒有完成底部的時候 還沒有落底啊 很多人說今天長紅K棒是一個落底的訊號 很多人告訴各位今天是一個大買點的時機 請問今天的成交量只有700多億 到最後加盤後量本來767 加盤後加這個 這個後面的一個這個量能變成780億 請問這一根780億的量 有沒有像這一根 這一天也是738億啊 這一天也是長紅K棒啊 這一天也是出現指數的一個上漲啊 結果呢每一次的大跌黑K棒 全部都是帶量 全部都是帶量 上禮拜五一樣是帶量 1200億1000億1000億 結果呢彈起來的紅K都是量縮量縮 請問這個循環這個格局是多頭嗎 跌代量彈都無量 不然就是彈都量縮 反彈都看到量縮 但是跌都是沙盤量 都是1000億以上的大量 請問這個是一個多頭嗎 多頭會這個樣子嗎 多頭是一個擴量的時機 是一個慢慢的指數墊高 形成量能的擴增 或者是量能的放大 絕對不會是這個樣子 多頭的時候呢 跌的時候都是量縮 漲的時候都是量縮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空方循環 只有空方循環才會跌的時候大量 跌的時候大量 彈起來都是量縮 彈起來都是量縮 請問趨勢明顯告訴各位站在哪一邊 那你該怎麼做呢 你該如何自處 你該如何思考 你該如何做應對 這個是10月初 我們帶給我們家族朋友 我們先妻同學 不然像我們節目當中 跟他們提到的極擋個股 不然也是提醒各位的空方標的 向下操作的時機 跟向下操作的一個方向 還有呢LED太陽能觸控生計 跟這個F類股 都告訴大家你要避開 裡面提醒到各位的一些個股 你發現到都非常的弱勢 哪一些個股沒有在破心底 哪一些個股沒有比當天的價格 還來得低 全部都是啊 飛流直下三千尺 疑似銀河落九天 西間豈能留得住 中歸大海做波濤 上個禮拜我們帶給各位一份資料 你看十月九號就好了 十月九號我們先一檔一檔來看 比如說看這檔五峰 如果你能夠避開 這一段 不是非常的好嗎 這裡還有150塊錢 這檔個股呢 還在當天裡頭 我蔡老師還記得有一個投資朋友 我蔡老師還特別特別去交代他 如果五峰一旦破線破價 這個沙盤的力道加速 一旦加速 他的基本面支撐不了股價的時候 而且加上今年基本面沒有亮點的時候 這檔個股呢 會形成深不可測 居然有人今天還在問蔡老師 五峰可以買嗎 這裡順勢做空 賺快錢 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快速 速度相當的快 結果呢 你偏偏喜歡去 忽略掉了趨勢的力量 而想要去搶中間一個小反彈 忽略掉跌勢的趨勢 而想要去搶中間的一個小價差 然後呢 去忽略掉了這個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趨勢的力量 你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不是在操作耶 你這樣子的操作在賭命 你再多的命拿來賭你都不夠輸 你再多的一個錢 你拿去這樣子玩你都不夠輸 搶反彈 如果搶到這一支怎麼辦 如果搶到12塊就已經有人在10塊在搶反彈了 12塊就有人在10塊在搶反彈 9塊搶反彈 8塊搶反彈 7塊搶反彈 結果這一段連彈都不彈 他股價是腰斬再腰斬 12塊變6塊 6塊變3塊 如果你搶到這一支怎麼辦 天天送你跌停板怎麼辦 你再多的命你都不夠賠 就為了去賺那銀頭小利 但是你冒著逆著四的風險 而且這個風險是絕大的風險 曹老師絕對不會這樣做 空方標的 這檔個股深不可測 其實這檔個股擺明就是民視給你的 擺明就是民視給你的 當你看到了賭場 來 拉近 當你看到了賭場開幕時程 一言再言 當你看到了澳門辛豪國際 當你看到了習近平大打攤 當你看到了澳門賭客 你看到了海森威賭場 全上四櫃公司 只有一家公司 只有一檔股票 是符合這個 這個曹老師的提示 根本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是哪一支股票 這個擺明就是送給你 這個擺明就是送給你 問題是居然賺快錢不去賺 還有人在問蔡老師 今天五峰可不可以買 結果一問下去之後呢 又打到跌停 五峰深不可測 上半年賺六毛 找盤還有人在問蔡老師 五峰可不可以買 結果再趴下去 再去買啊 你發現到你的一個做法 你的一個操作裡頭 不是在操作 而是在賭命 上個禮拜五 再一根檔跌停 今天再一根跌停 暴跌 還沒認清真相嗎 這個趨勢是多還是空 指數大漲了150點 8076的五峰再跌停 趨勢是多還是空 人性的弱點 這一檔個股 叫百見無中 它是一檔生氣股 上個禮拜 我們帶給各位一份資料 這份資料 曹老師提醒各位 非常的珍貴 非常的重要 百見無中呢 也在裡頭 一招必命必殺股 曹老師跟你談的個股 時間一拉長 你會發現到 最重要你不但避開的風險 最重要你減少五位的損失 最重要你不會去亂買股票 還有一點呢 你可以賺快錢 不但賺價差 而且你還是賺快錢 三刀三劍裡頭的一檔 一刀絕空就是五峰 一刀絕空 十刀破棘 千刀不盡 一劍長空 百劍無中 萬劍歸遠 請你要避開 請你特別去留意 他基本面都跟不上 上半年賺六毛 股價當時在150 你說曹老師看壞 有沒有道理 今年基本面完全沒亮點 賭物場的工程一言再言 高檔出現了頭部的型態 你認為他難道還會在 伯父耀之上 然後大漲大漲 然後大賺 讓各位投資朋友 你買在這個地方 然後繼續大賺嗎 這個頭不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頭嗎 不然這個是什麼 買在這裡的人有沒有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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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擺明讓各位去賺快錢嗎 這一段破現破價 當時曹老師還提醒各位 我們說這檔個五頭部成形 一旦他破現破價 請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有沒有 當時我們在這份資料裡頭 提醒到各位的 破現破價破支撐 趨勢反轉向下一旦頭部成形 這份資料 希望各位同學們 你務必一定要拿在手上 這份資料叫 一刀斃命必殺股 一刀斃命必殺股 這份資料提醒各位 今天曹老師再開放 100份的一個數量 100份免費的一個索取 提醒大家你要避開的一個風險 無論如何請你聽曹老師一句話 請你把這通電話給撥通 曹老師誠摯的 希望你把這通電話給撥通 這通電話關係到的是你的保命 關係到的是這一波 談起來如果是最後一波逃命的時候 如果這一波談起來 很多的個股未來還會再腰斬 再腰斬再腰斬的時候 曹老師希望你要能夠避開這一段 保護好你的資金 保護好你的現金 今天指數大漲了150點 曹老師把這份資料送給你 你會覺得曹老師神經病 很多人都說 漲150點指數準備要大漲特漲 要漲到9000要漲到1萬 曹老師神經病 曹老師希望各位 多數人的認知都是錯的 少數人才是贏家 那贏家的忠告呢 贏家的忠告呢 往往都大部分人都聽不下去的 往往大多數的散戶朋友們 完全他都聽不下去的 只有他真正的他受傷了 他真正的他感受到了 他真正的他套牢了 他所有的資金壓進去 他沒有辦法了 他困住了 他才會清醒 他才會驚覺到 大多數的人聽不進去 少數贏家的話 曹老師希望各位朋友 你務必一定要把這份資料 拿在手上 這份資料非常珍貴非常重要 裡頭告訴各位的 不管是你要避開的個股 避開的族群 台股之間的一個聯動 還有美股之間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預期 你要去避開 至少你這段要保護好你自己 千萬不要讓自己陷入一個 完全沒有辦法翻身的境界 或者是沒有辦法翻身的地步 困住 那麼未來 當行情一來 你真的沒有辦法翻身 好好的利用這一次的電話 曹老師誠摯的希望各位 請你把這通電話給撥通 那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就回來 在這個時機什麼都斤斤計較 省電費 瓦斯費一樣要有訣竅 能效標示五個等級 集數越低 越省錢 冷氣就換新 選用能效一級 電費 水很大喔 還有除濕機 電冰箱 瓦斯爐 熱水器 燈網也一級 小小投資 大大回報 講得好像是錢掃 還不是為了節能 能效標示看清楚 節能省錢有一套 好 一朝必命必殺股 這是一份免費的 而且是一份珍貴的一個資料 曹老師希望各位同學 你務必一定要免費來做一個索取 那麼這份資料呢 關係到台股跟美元指數 連動的一個秘密 也關係到呢 你接下來務必一定要避開的族群 還有呢 盛華的財務危機 難道只有盛華有財務危機嗎 還有呢 哪些個股它還在進行主跌斷 或者是剛剛做起跌 這些個股請你務必一定要避開 或者是把握出向下操作的機會 一朝必命必殺股 50分的一個數量 免費做一個索取 把握出這樣的波通 輪圓頭褲 蔡老師 一朝必命必殺股 為您來電免費索取 抱著九死一生 一朝必命必殺股 來電免費索取 抱著九死一生 蘇國02 2321-9933 2321-9933 春江水暖壓仙枝 故事多空皆有兆 籌碼神算真明圖 宗旨教化激中顯 圓滿圓圓故中情 動如仙姬在其中 籌碼大師蔡老師 讓您立於無敗之地 穩中求勝 讓您穩穩蕩蕩賺大錢 出播輪圓服務專線 022321-9933 022321-9933 頭痛 僅用五分鐘 《理財周刊》新手《影家日報》 給您無限的可能 您最關心的台股行情 請看《影家日報》 現在訂閱12期《理財周刊》 加三個月《影家日報》 輕鬆價只要9188元 更多優惠方案 請立即撥打 可不可以專線 022392-6680 23926680 主席 《影家日報》 回到現場 蔡老師說過這個時期 這個趨勢請您一定要認清楚 千萬不要去忽略趨勢的力量 這個是一個趨勢 是一個成型的 那麼我們說這個地方呢 有很多空方的標的 而且會越來越多 千萬不要因為呢 今天的一個指數的反彈 然後呢就忽略掉了趨勢的力量 就忽略掉了這個地方 你要特別注意的一個風險 就忽略掉了你以為 開始往上做大漲特漲的一個時機 千萬不要這樣子天真的以為 這個行情已經開始扭轉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你會發現到都是呈現了 所謂的層層套 這個是指數喔 8月份已經跌了一段 這一段已經很多個股跌死人了 這一段再出現一個 所謂的一個明顯的主跌段的更多 這個不是一個多頭 如果是一個多頭 不會這個樣子走 所以我們提醒大家 這個地方既然不是多頭 既然你確認好的趨勢 請你不要去忽略趨勢的力量 因為呢 趨勢的力量非常的大 市場永遠都是對的 飛流直下三千尺 疑似銀河落九天 西間豈能留得住 終歸大海做波濤 這檔個股深不可測 趨勢當初告訴各位我們說8076的五峰 頭不成形 題材想像空間都落空 請問他是多還是空 上半年只賺六毛六 0.66元 股價在150塊錢 股價呢跟基本面跟不上的情況之下 融資高達3.1萬張 一旦破線破價 請問上檔有沒有出現非常大量的套勞 深不可測 後來你清楚的知道 曹老師跟你談的重點 後來你也清楚的知道 曹老師告訴各位 整個股價上面的一個反應 非常的弱勢 曹老師稱多還是空 暴跌還沒認清楚真相嗎 在操作的一個過程當中 曹老師不是要你去賭命 曹老師要你穩健獲利 曹老師要你知道說我們順勢而為 我們順著趨勢 所有的先機群組的同學 包括我們家族朋友 都是持續的去掌握住他的趨勢 而且是順著他的事去做 不要去逆勢 去逆勢你發現到 往往你時間一拉長 喜歡搶短的 喜歡摸底的 喜歡去搶反彈的 最後呢 都血本無歸 這裡有一檔個股叫擺見無蹤 散戶會犯的錯誤 預設立場 捨不得停損 齒骨太雜 到金字塔型的操作 長短部分毫無方法 不用工盲目 這檔個股為什麼空單暴增 這些空單暴增 這些空單是賺錢還是賠錢 它是大賺 贏家做空賺快錢 沒有紀律第五根跌停暴跌 上個禮拜五 第六根再暴跌 今天指數大漲了150點 它一樣蓄落 再破新低 叫做揚程 這裡都是帶量再殺 有沒有看到 很多人告訴各位 一個非常非常錯誤的觀念 低檔爆大量就是一個轉折 誰規定低檔爆大量是一個轉折 這裡都是量說對不對 這叫盛華 這裡都量說 我們來看它第一根大量 低檔爆大量就是一個轉折 低檔爆大量就是一個轉折 你跳進去看看 12萬張盛華 剛好是一個起跌點 再給你要轉 而且讓你沒辦法翻身 誰規定低檔爆大量就是一個轉折 這個是很多所謂的分析師 去告訴各位一個散戶的 散戶 去解釋一個 一個視視而非的一個散戶的觀念 但是這個是嚴重錯誤 非常的嚴重錯誤 低檔爆大量是在摸底 是在拆底 最後的結果都是呢 出現所謂的暴跌再暴跌 過去的宏跡 只要你去摸底的 有沒有這一段 你去摸底的 後面都在大跌 在大跌 100多塊這樣掉下來 這裡啊 掉下來的時候你去摸底 再給你跌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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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賠錢的五大兇手沒有停損的觀念 賺小賠大 逆勢操作 猶豫不決 最高殺低 聖華 融資何去何從 多殺多 情何以堪 空單回補是關鍵 只有聖華才有財務危機嗎 一路摸底的後果是如何 聖華最近不是開始爆大量嗎 多少人又去摸了他的底 結果呢再送你三根跌停 這一天爆大量18萬張 相信你自己看到的事實 眼見為平的真相 超老師相信各位 你這一波 你手上有個股的人 你自己有感受 你聽不進去超老師告訴各位的 超老師告訴各位要砍出去 請問你有砍嗎 超老師告訴各位你要順勢 請問你有順勢嗎 超老師告訴各位 請你要嚴守停損跟紀律 請問你有停損嗎 你有沒有發現 你的小損失已經擴大變成大損失了 美食多少分析師帶你去重壓美食 連酒黑再破滴 這個是多嗎 他擺明告訴各位是空頭 結果你還進去重壓 再見跌停 如果倒過來你不是大賺 連十一黑 請問多少老師告訴各位 說好的反彈在哪裡 說好的反彈在哪裡 有沒有今天指數大跌150點 他有沒有談 情何以堪 操作的秘密在於你怎麼處理錯的部位 不是在於你怎麼處理對的部位 最痛苦的不是虧的多少 最可怕是你沒本事賺回來 操作上面只有一種無法原諒的錯誤 就是讓你的小損失變成大損失 紀律才能夠判定誰是贏家跟輸家 這段時間請問你是賺錢還是賠錢 改變會是你唯一的選擇 這份資料請你務必務必免費的 一定要拿在手上 這份資料呢 今天插手是只開放50份的一個數量 給有緣的朋友 但是插手是希望各位同學們 認清趨勢 認清事實 認清真相 你自己有個股的 手上有持股的你感受最深 希望各位同學們 你務必一定要避開這一段 向下操作賺錢也是非常的快 一招必命必殺股 把握住電話的波通 沒關係 提醒各位50份的一個數量 免費來做一個索取 裡頭提醒到的是 台股跟美元指數的秘密 你一定要避開的族群在哪裡 還有盛華的財務危機 難道只有盛華有財務危機嗎 還有哪些個股 他是向下操作速度快 甚至是一個起跌剛開始的股票 你一定要避開的股票 一招必命必殺股 提醒各位 50份免費資料的一個索取 保住電話的一個波通 沒關係我們就預測各位操作順利 下載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現在這個時機 什麼都斤斤計較 省電費 瓦斯費 一樣要有訣竅 能效標示五個等級 集數越低 越省錢 冷氣就換新 選用能效一級 電費 省很大喔 還有廚師機 電冰箱 瓦斯爐 熱水器 燈好也一級 小小投資 大大回報 講得好像是錢掃 害不是為了節能 能效標示看清楚 節能省錢有一套 好 一招必命必沙骨 這是一份免費的一個資料 那麼裡頭呢 內容非常的豐富 而且非常的完整 那麼也提醒大家 你務必一定要避開 這一波的一個風險 這一波呢 的一個空投非同小可 廚師希望各位同學 你務必一定要好好的去 避開風險 避開無謂的損失 那麼該避開的族群在哪裡 還有聖華財務危機的一些個股 難道只有聖華有財務危機嗎 再加上呢 向下操作的起碟點的個股 在哪裡 把握住一招必殺 一招必命必沙骨 五十份免費資料的一個索取 輪圓頭褲 蔡老師 一招必命必沙骨 歡迎您來電免費索取 抱著九死一生 一招必命必沙骨 來電免費索取 抱著九死一生 蘇波02 23219933 23219933 春江水暖壓仙枝 古事多空皆有兆 籌碼神算真名圖 宗旨教化激中險 圓滿圓圓古中情 動如先機在其中 籌碼大師 蔡老師 讓您立於無敗之地 穩中求勝 讓您穩穩當當賺大錢 出播輪圓服務專線 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財新革命投資新思維 改變就從現在開始 選隊團隊輪圓頭褲 為您精準掌握投資新買動 選擇輪圓讓您財富輪圓 服務專線02-23219933 02-23219933 歡迎光臨 這是... 這是MIT微笑標章的 菱形吊牌 上面有MIT微笑標章 產業別圖騰 驗證機構 還有標章編碼 哇 小小的吊牌上 有這麼多清純資訊啊 如果不放心 還可上網查詢喔 都掛保證了 那我來挑什麼呢 挑款市集顏色啊 任命 駕鋼的MIT 安全健康值得信賴 選舉要到了 你可以透過政治現金 表達理念與熱情 捐贈的對象 額度方式都有規定 有累積虧損 尚未彌補的公司不能捐 外資入資也不能捐喔 對統一擬開選人 個人捐贈不得超過10萬 對統一政黨 個人捐贈不得超過30萬 違規者可取捐贈金額兩倍之罰還 合法真正對安心 參與政治更揚光